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景得知 今天大盤數再漲74點 創波段新高 多方再下一層 非常漂亮多方格局 親愛的觀眾 侯年行情 我們一起來迎接大多頭行情 所給你的波段利潤 這個盤在封關前我說過 大戶資金已經進來了 台股的籌碼面相當的穩定 一千多億的資金卡位了 封關前 所以任何的壓迫是不是要站在買方 開放盤那一天是如此的分析 上禮拜三跌了51點 我還是告訴你 站在買方 大盤給你是個方向跟策略應用 方向如果是多頭會上 策略趁跌要敢佈局 親愛的觀眾 整個台股的一個架構 就在股王的大力光帶領之下 是往上走高 之前蘋果的利空 財報不斷的一個告訴你 它有多爛有多爛 我們告訴你 指標股 大力光 它當然是相關概念股票 它是不是利空不跌了 利空不跌要敢買股票 結果大力光從1790漲到今天2740漲了快1000塊錢 你認為這個盤是多頭還是空頭 這答案太清楚了 所以策略很簡單 指數只要跌下來 個股來到支撐你就敢跟我大膽佈局 這行情真的蠻好賺的 真的蠻好賺的 2月15號開完盤那天 大半數一開完跌了93點 買什麼股票 買至今 買至今 1234567 七個交易日五成利潤 你看到了嗎 賺完資金 還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上禮拜買日有 今天一樣創效波段新高 這兩張股票 有共同的特性 基本面都很強 我已經講過了 慶容老師這股票看的是一個趨勢 不管是基本面 還是所謂量價籌碼形態 這些技術面的一個未來一個架構 只要他們的一個趨勢是往上的 是多方的 我就帶你買 我就帶你加碼 你所看到的是一檔股票 往上走高所帶給會員的利潤 一檔賺完再換一檔 所以賺完至今再賺日有 賺完日有 今天還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今天還有什麼股票 跟當時的一個至今日有一樣 形態剛突破剛發動 絕對有 我們今天卡位的一檔 1月營收 歷史新高的基油股 今天買完之後一樣攻漲停 等下會跟你追蹤 跟分析他的後事 所以這個盤好不好操作 怎麼樣看多說故事 好不好操作 指數不停的墊高 指數有修正讓你卡位的機會 我都有跟你帶到 開放盤那一天 大盤一開盤重挫 買了什麼股票 2月4號買至今 買在發動點我給你就是五成 我怎麼帶進 我又怎麼帶出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所帶給會員的盤中訊息 代表的就是會員的績效 2月5號電子生計雙題材給至今 新村第一炮 現買現工漲停 我買進的價位就在129 訊息的內容跟時間價位 以及為什麼買他的理由 我們都交代很清楚 所以你來跟我合作 迎接今年度的紅年行情 你不僅可以賺到可觀的財務 你還可以學到一些 專業的一個東西 沒辦法減這個 怎麼會壞 我好賺錢還可以賣東西 所以2月15號的一個至今 9.24 因為他領先大門 創高的強勢基油股 130附近買進 當時價位在129 他問你去對時對價 我就是買在129 買完之後 當天是不是工漲停 135 我們不是看到一檔股票漲停板了 然後底下畫個圈圈說 我們買在當天最低點 親愛觀眾 這個訊息的內容 是我盤中帶給會員的 可以隨便呼籠嗎 嗯 到底 你是想賺漲停 還是追漲停 這個你要分辨得很清楚 如果一位分析師 他是高手 他是有實力的 在一檔股票還沒有攻漲停板之前 他一定帶你新卡位 而不是每天 類似耍花招 每天都告訴你他要送股票 而且每天送的股票都可以攻漲停 如果你打電話去要那些股票 親愛的觀眾 你到底是去追漲停呢 還是真的是在賺漲停 我相信你有這樣的經驗的 你會知道清隆老師傳達了意識 什麼是一個誠信實在的一個堅持跟原則性 一檔股票我買在什麼價位 我有沒有拿出會員的訊息 來跟你對時對價 我帶會員就是買在129 買了工漲停 接下來呢 禮拜二又漲了8.5%嘛 禮拜三 17號又漲了5.8%嘛 這樣兩天是不是又多了將近一根 等於是賺兩根嘛 那2月17號又亮 等又工漲停 是不是賺了三根 上禮拜再一根 第四根了 那來到上禮拜二 漲了8.5%的至今 最高漲到191嘛 從129操作的 投票買個10張花你129萬的成本 績效大概60萬 將近五成利潤嘛 我當天有沒有提醒你不要去追 我當天也告訴你下一檔請跟上 因為當天我們做了拔檔動作嘛 投票上禮拜二的至今 因為乖禮過大 我賣在186 10張是不是57萬 一檔股票的一個操作 整個完整的流程性 這才是你要的嘛 買在129 賣在186 訊息怎麼帶進的 怎麼帶出的 原因理由價位很清楚嘛 這樣一買一賣 你買個10張花你129萬嘛 是不是賺了57萬 7個交易日而已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一個 進場點跟出場點真的很完美 上禮拜二 對 至今嘛 賺五成落袋啊 我賣幾塊錢 賣在186嘛 賣完之後 隔天的至今 是不是打到點點買170 我告訴會員不急的結尾 再等等 再等等 所以你看到上禮拜 資金賣掉之後 他們就開始整理 是不是開始休息 那資金撤出 你是不是可以轉進下一檔的 一個機油股身上 所以我們給你提醒當然有用意 我們給你一個操作相當的務實 怎麼進的怎麼出的 嗯 怎麼進怎麼出的 129進的 186出的 為什麼要出 為什麼告訴你不要追 下一檔請跟上 一檔股票如果在短暫的七個價位 可以達到五成 這個盤絕對是多頭 這個盤絕對不是空頭 所以既然是強勢的一個多頭主流 已經展示在你面前了 那下一檔是哪一檔 就在上禮拜二 我們至今賣掉的同時嘛 日友可不可以進場 上禮拜二日友 我說一月營收年成高達30% 那它跟2月15號的資金一樣 形態剛突破 那供給量又出現了 現買一樣現供漲停 上禮拜二日友 買在141附近 當著價位在140 同時你自己對時對價 我就買在140 我們不會看到一檔股票漲停辦了 就告訴你 這是我們家的股票 然後在當天的開盤 9.01分 9.01分 發個圈圈說這邊有買 如果你在電視當中所看到 你們老師所秀的抗訊 跟實際在帶領的操作 那個訊息時間是不一樣的 我相信那個分析師會被你淘汰 所以青龍老師有我的堅持 這個誠信實在的原則性不會改變 我們帶給會員的一個利潤 你所看到的就是會員的利潤 我講的就是會員的操作 所以在目前的一個多頭行情 你真的有賺不完的利潤 為什麼 內股會輪動輪漲啊 所以呢 中央一檔再換一檔真的可以辦到 我給會員的持股就是兩三檔 出掉就有的才會盡心的 不是每天兩三檔不一樣的 親愛的觀眾 我如果每天叫你買兩三支 一個禮拜十幾支 你不會扣的啦 你的資金有限啊 十幾支的股票要怎麼照顧 這種事情我做不出來 因為我電視上 非常的中肯告訴你 台股是一個潛碟性市場 市場上資金就一套啊 現在大門城上大概都不到一千億啊 那這幾百億的資金 他來到股市 當然也是要賺錢啊 那要賺錢 要有方法 要有依據 他們一定是買最強勢的一個機油股 因為比較好賺啊 至今七個交易的賺五成 好不好賺 那接下來呢 日游呢 有沒有繼續的往上走高 你所看到的是 這樣潛碟性的一個市場 如果資金你可以用在刀口上 你有賺不完的利潤 也就是說你掌握住 類股輪動性的一個架構 陳述獲利效果 你一定看得到 欣賺老師一定帶給你 我一定會帶給你啦 所以上禮拜日有 買在140啊 買在140之後 當天是工掌領 那禮拜三呢 來到149 我說即將挑戰前波高152 關鍵時刻即將來臨 你要高手陪你 你才有辦法賺完 每一檔股票的破斷行情 對不對 所以呢 接下來禮拜四 是不是來到151 離前波高152只差一塊錢嗎 我說他只是暫時停住了嗎 他當然還是有機會挑戰前波高152啊 因為我跟你講過嘛 日游 他是大陸135環保政策的題材概念股票嘛 有基本面有題材 又是慶同老師推薦給你一個極有股 他 瀕臨前波高 只是暫時停住 接下來禮拜五 有沒有大漲6.9% 禮拜五的一個日游 是不是來到154 果然過高 今天的日游 156了 再創 歷史新高喔 不僅破斷高 而且還是一個歷史新高 也就是說換一句話 來分析這檔股票 給予我會員跟觀眾的操作結果 大家都賺錢嘛 不管你買在什麼價位 每一位會員 每一位觀眾 你都賺錢啊 但不是 一支股票 他是創下歷史新高 那為什麼可以創下歷史新高 難道跟基本面沒有關係嗎 股票反映的是一個未來基本面 所以為什麼慶同老師 那麼重視一檔股票的 未來基本面的成長力道 如果 他沒有符合巴菲特 價錢投資概念 我不會帶你買 所以 有基本面 有題材性的股票 你跟我買在140 對 到今天為止 大家都賺錢啊 對 慶同老師不會告訴你 我買在135啊 禮拜二的最低點是135 我不會呼嚨你 我只會 呈現我們會員實戰的操作績效 我就是買在140啊 到今天為止 有沒有賺錢 自己看啊 所以 今天日有來到波段新高 你當然短線暫時不要去追 因為下一檔已經浮線買點了 下一檔我邀請你再度的上車 我常常告訴你 不要去過度追高我的股票 我只希望你 印證那麼多檔肌肉股的操作 績效之後 下一檔 第一個時間點 一起來卡位啊 對 第一個時間點 上車 你會比較安心 你做我的鉤品我們才會知道 不要用看的 有沒有 多投行情你用看的 你賺得到錢嗎 你看完我節目之後 隔天才行動 來得及嗎 買股票玩我一天 賣股票又玩我一天 你賺不了大錢 而且你容易兩股糟幣嘛 是不是 實際付諸行動 跟著我的盤中訊息 第一個時間來卡位 我相信我們今天買的這一檔 一月營收創下利子新高的基油股 你今天現買 大概現賺了5%左右 這就類股輪動輪漲的一個結構啊 踩對節奏 你有賺不完的利潤 所以你看到 至今 賺了一大段將近五成 日友今天創下波段新高 大家都探集 那下一檔呢 下一檔在哪裡 我會準備給你 今天的文貌 工漲停 為什麼要買 複製日經日友的模式 領先大盤創高的基油股 形態只要突破 我會帶你卡位 我會帶你上車 因為它剛發動 今天的文貌 我買了幾塊錢 買在56塊半嗎 為什麼我說 視為未成交 今天早盤9點38分 我發給會員的訊息 文貌 為什麼要買它 一月營收一樣創立新高 領先大盤創高的強勢基油股了 56塊半以下就買進 那我發現訊息之後經過一分鐘 9點39分 股價幾塊錢 56塊半嘛 那為什麼說56塊半 視為未成交 因為當時他押回來到56塊半的一個時間 成交張數不多啦 所以有些會員跟我回報說沒有買到 沒有關係 清隆老師一定會給你帶到 接下來該怎麼做調整動作 我不是要跟你講嗎 只要我在電視商中所秀的訊息 如果是會員買不到的 或是會員賣不掉的 我負所責任 包括法律責任 所以清隆老師不會那麼厚臉皮 告訴你 經過一分鐘 39分還有56塊半 就告訴你 我們是成交在56塊半 沒有 因為會員有些沒有成交 就視為未成交 好所以我在四分鐘之後 9點42分 告訴會員 文貌 沒有買到沒關係 直接改市價買 直接改市價買 沒差到那幾角 一支股票 我等錢 我一定讓你買得到 而且買租 文貌的成交量 兩萬多張 今天成交兩萬多張 你要買49張 或是499張 499一定都買得到 量大進出 更何況是我選給的標的 是不是基歐股 一元元收創下率新高 PEA功率放大器的 所以整個操作面 你只要來跟我合作 你可以省掉很多選股的時間 1600多檔股票 同樣你要選到一檔股票 有波段實力的 基本面又好的 要花很多時間 你不要以為我們做完至今 再做日友 再做文貌 這樣一個操盤節奏性很簡單 你看我節目當然很簡單 但是我背後下的一個功夫 你知道那個過程 有多辛苦嗎 你知道嗎 如果你知道你可以體會 你可以跟我們一樣 是一個平起平坐的一個操盤的高手 我相信你也不用看任何分析師的節目 你自己做到賺很多 不用每天鎖定我的節目 那為什麼你還可以鎖定我的節目 因為慶隆老師的分析 有基本面 技術面的一個操作 怎麼帶進的 怎麼帶出的很清楚 今天文貌 9點38分 56塊半我視為未成交 雖然當時候有在56塊半 沒有關係 沒有成交的一個會員 經過4分鐘9點42分 對不對 我發一通訊息沒買到了 改市價買 市價總會成交了吧 當時候9點43分 文貌的股價在幾塊錢 57塊1 所以大部分會員收到訊息 買進的價位 大概成交在57.1或57.2 一定買得到 買完之後就亮燈 是不是先買現供漲停 今天大概賺了5% 慶隆老師不會那麼厚臉皮 看到漲停版的 又說這是我們昨天 預備要送給你股票 或是在這邊低檔化的 千千說買在最低點 沒有啦 我就是帶會員買在57.1 買了會供漲停 相信我今天會員 非常的高興 因為我掌握的 就是一個類股輪動輪漲的 多頭架構嘛 這樣的結構 你只要穩扎穩打 來跟我一檔賺完再換一檔 今年度的侯年行情 你會賺得翻過 你真的賺得翻過 所以今天穩帽 複製至今日有的模式 今天現買現供漲停 今天出現兩萬一千多張的 新天亮 今天你有賣的 你全部被收走了 全部被人家吸納進去了 所以出現新天亮 一亮先價錢概念 穩帽當然還有高點 跟我繼續賺下去 這個行情真的很好賺 務必要把握 慶如老師帶給你的破斷行情 學姨啊 再回到節目內現場 恢復家園時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巴菲特 巴菲特 運達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02-2781-01909 2781-01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1909 2781-01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達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02-2781-01909 2781-01909 歡迎來到節目的現場 5288的風翔 在上禮拜 我們已經做了 基本單的卡位動作 好不好 這檔風翔 上禮拜二 為什麼要買它 運營收 創力也行高 很棒的一檔旗幼股 玩形體的架構 出現攻擊量 上禮拜二 我買在107 11點33分告訴會員 107附近買 經過5分鐘 有沒有38分 股價幾塊錢 107 他們對時對價 107保證一定成交 買完之後盤中工漲停 是不是111 沒有錯吧 上禮拜的動作 買了就動 那動了之後的壓回 上禮拜三重不重要 黑鑑 跌到105 我是不是告訴你 還是可以買 上禮拜三 風翔106附近還在買 這時間加費你去對 保證一定買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慶隆老師的一個用心 以及操盤實力 上禮拜風翔 我是蓋起來的 沒有錯吧 我是遮起來的 那為什麼要遮 目的就只有一個 我為了保護我的會員 我也尊重我們會員的權利 因為我的會員 真的很支持我 很挺我 我一定要帶給他們 最好的一個績效 我給慧人承諾 最好績效 沒有績效 其他都是空談 沒有績效 任何的優惠都是假的 不好啦 不賺錢 說什麼都不好 這是我操作的概念 所以在上禮拜三 風翔跌下來 我節目當中還是告訴你 可以買 可以進場 可以逢低承接 慶隆老師給你買進的一個機會 不是只有一次 多投行情看支撐 等一下不買什麼時候買 上禮拜三的風翔 又做了一次最好的示範 106再買 連買兩天 買了之後禮拜四是收紅 對不對 禮拜三會買黑嘛 那禮拜四收紅 其實禮拜四我還在買 所以我等於是連買三天 買了連買三天之後 禮拜五的風翔大漲7% 創破斷新高 打都探起 那今天風翔壓回修正怎麼辦 看漲 看漲 一檔股票 如果有波斷行情 如果可以讓會員創造了五成利潤 我不會賺了5%就跑掉 所以對今天的風翔壓回修正 我看漲夠乾淨俐落了吧 這檔擺盒2月16號 告訴你 形態剛突破本利比夠低 我有沒有買 16號買在33.5嗎 買了之後 2月23號33.7我還在買 你可以看到一檔股票 如果沒有走落之前 如果它還會再漲 沿路的風低承接 承接完之後 上禮拜是不是漲了9.4% 來到破斷新高嗎 你是我會員買在相對低檔 衝高我不會帶你去追 但是 這兩天的壓回修正呢 百合呢 回檔找買點 這是我給你一個操作建議 有眼光的分析師 有實力的分析師 在一檔股票回檔的時候 會告訴你清楚的一個策略 這就是我的節目內容 跟其他分析師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今天大盤在創破斷新高 Slamour強勢基油股 你今天跟我買 一樣可以攻漲停 這一檔穩帽 複製至今日有模式 形態剛突破嘛 出現新天亮啊 攻擊量出來了 今天滿 因為1月營收 創歷史新高的一個穩帽 我們買在57.1啊 我不會告訴你我買在56塊半啊 找盤第一通訊息9點38分啊 我告訴會員56.5以下可以買 雖然經過一分鐘有來到56塊半 但是成交的張數不夠 我認為沒有成交 沒有關係 經過四分鐘 9點42分 我告訴會員 文貌 沒買到了改市價買 大概可以成交在57塊1啊 買完之後 是不是工漲停 57.1市價買 保證一定成交嘛 今天大概賺了半根停板嘛 所以整個文貌的一個基本面 以及新天亮之後的新高價 那整個完整的波段利潤 希望同秒 跟我一起共同來掌握 因為慶隆老師 是為代會員賺起 穩定報酬率 而且是波段行情的一個分析師 不知道如何迎接 猴年大行情的 我歡迎你 直接加入我們的行列 明天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